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非常开心今天肯定邀请你过来 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作为Cocanot的生态的创业者的一些心理路场 然后首先可以谈一下您的背景 就是因为我听说您是最早是在微博工作 对 然后您是什么时候进微博的 对 我是大学一毕业 我是毕业之前先去新浪去一个地方站十字席 然后后面毕业之后就相当于进到微博的部门了 新浪的一个部门 然后那时候是做开发 我们那时候负责的是做消息队列 就大家微博上不是会有弹窗吗 装了APP不会谈那个消息 那个消息背后就是我们开发的一套程序 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微博也是做开发 对 大概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是15年毕业 对 17年 你是微博以后就直接进web3了吗 也没有 我是从微博出来之后 我是去了一家跨境支付公司 之前在上海叫拼家家 那他主要就是做的是跟金融相关一些 有些关联 然后他是做的就是说 有点像那个strap 然后他是可以集成各种支付通道 比如说阿里配啊 微信支付啊 然后有开发者来说 他就是我 就说白了我做 我不用每一个通道都去支持 我只需要集成一次 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支付通道都接进去 那时候也是在拼家家做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您的经历是一直在做开发 然后Bifrost是其实偏金融野生品方面 然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考虑Bifrost的这个想法 要做Bifrost这个项目 做Bifrost是我们19年的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其实从17年开始创业了 我从17年10月份开始创业 当时是做什么 当时是我们中间去转了好几次方向 就一开始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叫消息聚合平台 那时候17年10月份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DeFi 然后以太坊也是也没有那么多开发者 然后其实那时候最火的其实是SAO相关的 然后就是炒币相关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想法就是说是做一套 因为大家炒币都要看信息 然后这个消息都过于分散 比如说有的是交易所发了上币的信息 有的是一些这个新的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推送机器人 相当于大家只要关注某一个币 然后他就可以收到来自这个币的各个地方的消息 无论快讯的还是项目进展的还是上币的 对他都会推送到他的微信里面 然后之前是做了这个项目 然后后来我们又转了一次型 转型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OK既然来区块链创业 类似于DeFi的这种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租赁CPU 然后用户其实也是存Token进去 然后去产生利息 大概是那时候才真正的接触到 智能合约相关的开发 然后真正成为一个相当于是 DEF的一个开发者 所以请问你们创业 其实主要是根据于市场需求来定的 也不是市场需求吧 就那时候只是说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资源很匮乏 就是我们也在尝试 就是各种我们觉得用户有需求 然后市场有需求的点去做 然后其实真正一开始创业 都是摸着舌头过河 你其实很难选择一个 就我觉得创业最难的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是在摸索方向的过程中 然后我们是做了那个 第二个这种产品之后才有的 DeFi这个概念 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就叫DeFi 对 然后后来有了Bifrost 对 然后在19年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在那个产品的基础上 去做了Bifrost 选择Polcatel的生态 做Bifrost 是看中了它什么呢 当时那种市场环境下 会给你们带来更好的市场资源还是什么 对 其实那时候做我们的想法呢 也就是说能够把它做得更加通用一点 或者说我们能够做的 就不要依赖某一个生态那么紧 就是比如说可能你这个生态 就你基于某一条链去做 那这条链不行了 那可能你这个产品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当时想做的就是做通用性 然后做通用性呢 然后我们就在找市场的方案 然后我们有对比了那个Cosmos的Telement 还有这个Substreet 那时候也是Gavin当时来中国 我们也去参与了他线下的这个关于技术方面的分享 我们做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可能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做到通用化的 就是它首先可以支持多链 然后又能去中硬化 然后又能降低我们的开发成本 所以我们其实当时Cosmos和Pokedot都试过 然后最终呢我们选择了就是Substreet来做 那主要一个理由呢就是说 一个Substreet我们当然是觉得这个文档 就是比Cosmos更清晰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了代码以后 觉得Substreet要好用一点 然后问题就是要找到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 就论坛上讨论更多一点 然后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相当于 所以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说 这个Substreet是更适合我们这个业务的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像以太坊还没有转PoS 然后虽然它一直在讲 但是其实当时大家更信服PoW多一些 所以其实衍生品就是LSD这个赛道 当时您是怎么看到这个点的 这个市场的机遇 对其实如果说我之前就是在就是在接触以太坊智能合约之前 其实我们还在EOS链上做过 嗯做过一段时间啊 这个之前应该这个同龄也聊过对吧 他们也之前也在EOS上做过 就当时EOS生态其实是还蛮繁荣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很多Dev的开发者啊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以太坊上面的新的DeFi项目 其实都由当时EOS上面的一些创新项目演变过来 所以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 这个就是在做这种存币深息的东西 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 什么东西它的利息是可以稳定的输出的 因为你一般来说借贷利息 那你有人借有人贷你才能产生利息 那什么东西的利息是汉老保收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啊 这个Proof of Stick 就POS这套模型 它是由链底层来发的收益 那这件事情好像啊 我不管熊市还是牛市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收益一直都会有 所以我们就想说 做围绕POS来做这个DeFi的项目 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啊 POS 那为什么我们都要做POS 那这个为什么用户愿意把他们的币存到我们这里 对吧 那我们就想围绕他 那你做POS有什么就是痛点 那就是一个锁仓 一个就是说 你去选择验证人的时候比较复杂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可能每一条链都要去研究一套POS的话 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 就学习成本 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是很高的 那OK 那我们想的是 那干脆我们就做一个 就是你存到我们这里 我们给你个凭证 那你拿这个凭证 你就可以交易了 对吧 你也可以去拿着他去参与可能其他的事情 当时其实想出来这个点的时候呢 当时市场上其实没有LSD这些东西的 也没有这个什么Lado 这些其实都还没有 那时候我们最早的做了一个MVP的产品 然后推到市场上 发现用户还挺喜欢用的 然后也解决了问题 所以就是慢慢的才把它就是有了这个叫LSD的这个名词 其实这个名词也从去年才出来 那之前的话大家其实都叫什么StakeFi 或者说就叫这个就是质押衍生品这样的东西 确实虽然说LSD这个单词是去年才出现的 但确实因为以太坊的事件 然后就它出现以后就非常火爆 好 其实现在来看 如果当时你选择了以太坊生态 会不会对你的项目的助力会更大一些 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 确实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我就是现在如果说我们复盘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基于我目前这套架构来说 是更有可持续性发展的 这件事情是因为以太坊它的市值足够大 然后正好它又是转POS的话 正好是在今年3月份去合并的 才真正变成一个POS网络 但是在它之前 其实POS网络已经有很多种了 就是POS共识 其实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 至于就是说在以太坊上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主要的问题是 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做的这套基础设施的架构 它需要需要时间去打磨 那我觉得我单方面个人可能不负责任的可以预测一下 就是未来Lidl或者说这种大型的LSD项目 它都会往白POSE这个技术架构去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做的其实是他们的下一代的一个技术架构 所以我们把这些基础设施铺设好之后 我们再去做这个LSD的增量 其实是更有利于之后的一些发展 就其实简单化说 就是可能磨刀不复砍台工这么一个感觉 感觉也是经过很多尝试 然后现在就是比较稳定的在发展这个项目的想法 那就是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项目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因为从0到1对吧 一个想法从不成熟到成熟到现在更加坚定 然后就在整个过程中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作为CEO或者作为一个项目的创始人 或者作为您个人来说 就是您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就是说现在抗压能力更强了 然后对市场的波动没有那么敏感了 就已经比较麻木了 其实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我们也就我也经常跟别的 这个就跟我大概同阶段出身的 这就是一起创业的这些其他创业者聊过 我觉得大家发展新度历程都有点类似 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就是跟钱特别近 然后又是跟这种高波动 这个涨幅然后下跌这种波动特别大的一个行业 所以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敏感 就是说经常会随着这个行业的一些风向 然后去追 但是做了这几年以后发现了 其实你追其实是没有不会产生太大的收益的 就是你其实性价比不高的 你最就是你长期来看 收这个就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在一件事情上去把它做好 然后这种长期收益 长期复利能带来的这种收益是最大的 您刚才讲的是就是您对这个市场的一些看法 就是您对团队怎么看 就是您之前可能是管的人数比较少 然后另外可能就是主要是在调主这个想法 然后随着团队规模逐渐扩大 然后您可能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 就是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就是您面对的问题有什么变化 包括就是您处理态度有什么变化 在这个行业其实从业久了以后 就是会真正的从一个公司的这种理念 转变成一个这种趋中应化集体的理念 最开始其实我们在创业阶段 还是以公司的形式在让这个 在运行这个区块链项目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来说 就对于团队的这种感觉来说 就越来越更加的就是平权化了 就是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这种公司的概念 像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是你像web3的这个 如果说一个web3的CEO 我觉得就挺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我觉得web3项目不需要CEO 它也不需要一个这个可能不需要一个公司 它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群 一个想法的发起者 对就是一个发起者 然后大家有一群这个愿意支持这个想法的人 一起去建设的这么一群人 就大家其实就是有一点像分工合作的一个理念 那所以从现在来说我感觉我就是给所有这个BNC的持币者打工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我没有一个就是说像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可能公司上的管理上 就是或者说从团队的这种感觉上来说 就基本上我觉得从大概两到三年前 我们就大概有这样的转变 就已经从一个公司变成了一个这种趋中硬化的集体 就是说大家很多事情不是由一个leder来去示发一个下一个命令 然后大家一起去做 而是说大家要讨论这件事 然后最终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就我们平常接触您 都觉得您是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 嗯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 您有没有就是非常凶的一面 我们大家看不到的 其实我的性格一直是比较 就是比较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平和 或者也不能说平和 就是这样的性格 就是我在公司那边也是这样的性格 就是大家基本上很少有这种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大家对我也都比较这个不care 所以就是整体我们就是我们叫核心的这个白坡子核心贡献者这个团队 那么大家都是其实是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当然肯定也是遇到有些事情就是可能会比较着急的 然后比如说遇到一些突发事件 然后有人需要就是出了问题 那我们需要这个追责 那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是处于一个 这个有些事情是需要牵头去做的 就是因为这个目前来说是 这个想法最开始是由我和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共同提出来的 那他出了什么问题 他在路线上方向上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是需要我负责任 所以这个出了这样问题之后 我们就是只会遇到就比如说特别紧急的时候 我这个会去比如说半夜给大家打电话 然后去让大家处理一些问题 然后去找人去这样去做 就是您半夜打电话应该是你最凶的时候了吧 其实我可能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 但是我一打电话我就生气不起来了 我会跟他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会让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我不会说是把他骂一顿 或者说凶他一顿这样 对对对 就是自己已经很生气了 但是仍然会有很好的方法去好好讲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主要是解决问题 因为在整个创业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然后就是包括整个团队的发展方向 或者整个项目的发展 还有你选的赛道 包括破坏道的这个生态的一些发展 包括牛熊对吧 所以这些外部的环境会一直转变 会不断影响你这个项目的状态 还有您个人的状态 就在整个过程中 当您就是团队很丧的时候 或者您个人很丧的时候 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怎么给大家打鸡血 其实我创业的时候 这个心里当然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创业者最难的时候 就是说是 你像一个被砸了一个洞的气球 就你一直在漏气 但是你这时候你还要给别人充气 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时候 就是创业其实最 我觉得就是在最艰难的阶段 那最宝贵的东西其实就是希望 那这个希望怎么给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如果说是一个不留后路的创业者 其实你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 就你如果不做 你就意味着就是说 你可能欠了一屁股债 你没有办法还 然后呢就是 怎么去充值信仰 或者说怎么去认为这件事情 是要继续做下去的 我觉得就是还是对方向的选择 就一开始你选择这个方向的时候 就要有足够多的考虑 我觉得你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要起头去做 一个这个选择一个 比如说项目要去做 那我觉得你至少需要花 两到三周的时间 静下来想一想 就是它的一个未来的部分 还以为你要说一到两年 一到两年有点太久了 这个行业允许不了一到两年 就可能就是我觉得就花到两到三周 就仔细想一下 然后再去做 因为你一旦做起来 就这个成本就投出去 就没办法收回来了 所以就是它是创业 就是一开头就停不下来的事情 所以像我之前换两次方向也是 我觉得也是属于创业者的一个必经之路 只是说现在如果回看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想的足够仔细 然后做了足够多的这个调研的话 其实可能可以省掉那两次 转方向的一个时间 或者是成本上的浪费 就在您整个的过程中 你觉得您的团队 包括您的合伙人 然后对您的帮助 主要点在于是什么 就因为有些合伙人是这种互不行的 所以比如说你是这样类型 他是这样类型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可以一起把这个项目实现 所以您觉得您的团队 对您的支持或者帮助的点 最大的是在哪里 我觉得联合创始人 就一定要是互补性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 是不是意味着对方很凶 对他性格上来说应该比我凶一些 但是就是我们联合创始人 他其实是我们CTO 他的技术非常好 我是相当于在偏产品和技术方向 然后所以我跟他的互补的 其实契合点是非常强的 那如果说这个再往前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做by first 应该是做 就是做这个区块链这项目 就我之前说那个做消息推送 那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合伙人 那合伙人最终是离开了 那时候就是因为 那时候就是因为 对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不够互补 然后大家这个在很多问题上 其实是很容易讨论不出结果的 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导致效率很低 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推进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面对现在的市场环境 或者是而且就是比特币明年要减半 然后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积极 然后就是现在市场环境 再加上大家对未来的预期 就是您对项目的发展或者计划 或者是整体的想法是什么 现在我没有感觉到大家很积极吧 现在我感觉应该就是最熊的那个阶段了 就是应该像这个18年中旬的感觉 因为我是经历过两轮牛穷的人 然后对这个周期其实是还比较 这个有一点感觉 就这个阶段基本上是属于黎明前的黑暗吧 然后就是属于项目都融不到钱 然后你要去做一个产品 然后也没有用户愿意过来 然后获格成本也很高 像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波卡也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是这个在下一轮牛市的时候 这个没有新的资金进来 你没有办法去做出有特别有特点的产品 让新用户新资金进来 那其实波卡成带其实也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其实也经历过就EOS的这个负面 其实这个大家之前也有各种说法 都说这个这个波卡会不会像EOS一样 对吧 这个等到下一轮牛市的时候还是躺平 跟个稳定币一样不动 对吧 但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就波卡可能就处于这个阶段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就是要去做这么一个产品出来 你能够去真正的把这个它的特性给利用好 然后把这种为什么别人要用你 不用别人的这个点给找对 那时候你在下一轮牛市的时候 才有希望去把它这个真正的做成一个非常流行的项目 就很多创业者他都会给自己收个底 嗯 就是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 我先把最坏的打算这个打算好 然后我就放开去干了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有 对就是就是留后路嘛 对吧 留后路 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创业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当时17年去创业 我是想的非常清楚的 我当时就是状态呢 就是我一天不去创业 我就会每天都很焦虑 然后呢 我当时也是想了很多这个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目前能有结论的话 就是不要贸然创业 贸然创业只会这个亏得很快 然后也会死得很快 然后这个留后路的话当然是要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叫留后路吧 就应该是想清楚 对就是您的就是就是止损点 可能是这个感觉 就是可能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您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要再试了 止损点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也很难定这个事情 因为创业者基本上每天都处于这个止损点的边缘 对因为创业它它这个长期的投入 它不是像是我止损了就真的止损了 它一止损可能就是属于就是这个就再回不来了 所以创业者就是可能就是属于在孤注一掷的时候 能够确保自己就是不要家破人亡 就保证活着 对就保证就是说 我那时候就想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真的是这件事情 就是做的没有任何的回报的情况下 然后我至少不会欠太多的债 我至少比如说我能有办法就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资源 能去把这个账给还了 然后因为整个web3生态会有不断的新的开发者涌入 然后很多人都是约约欲试想抓住这个时代的机会来创业 然后作为经历过牛熊的创业者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如果想清楚的话 其实值得一试 因为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对于创业者来说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现在就是还有各种大公司还没有进来 然后你小公司才有发展的机会 然后对于创业者来说你试错成本也不是非常高 你去做一个智能合约对吧 他就可以建立信任了 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广告费 你又可以把这产品推上去 那就会有就会吸引用户过来使用 你又可以去验证你的想法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如果想清楚的话 就是就可以去试一试 但是前提就是你怎么去定义想清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创业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有些创业者就是他可能会拿自己的钱 就是先自己把事情做起来 你肯定要拿自己的钱 是吗 对 然后难道不是 所以这个融资难道不是更好吗 就是资本方又可以给您助力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看的 就是借用资本方的资金和影响力 然后再加上您自己对风险的承担能力 就中间一个平衡 是先把自己的项目做起来 然后再去拿资本方的钱好一些 还是说最好一开始先跟资本方讲你的想法 如果很多资本方买单 我这个想法既得到了验证 然后我又可以获得一些资金支持 明白 其实这个点有一个矛盾的点 就是说你没那么好融资 就是如果那么好融资 也不会有那么多创业者死掉了 就其实它这个点是取决于 就是你什么时间去融资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最佳融资的时间点 就是你把MVP做出来以后 获得了比如说我们就变化一下 比如说像现在QR链世界 你比如说有1000个用户 那这个时间点你有了这个demo demo之后你再去融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那至于融不融资 那肯定是要融的 融资其实是可以其大的帮助到一个项目成长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但是前提就是你如果一开始 连个MVP都没有的时候 也不用花那么多精力 就在当前这个市场去融资 因为是基本上是很难融得到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是个技术类型的创业者 我觉得就本身他就有会技术这些资源 那他是比较适合去做MVP的 那如果你不是技术背景的话 那最好我觉得可能在一开始 你就是自己投入的这些钱 你去找一个就是技术相关的联合创始人 或者说你能够有资金能力去招募程序员 然后去把这个MVP给做出来 然后你再去融资 那这个节奏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今天我们聊的也挺多的 然后对于Web3创业者 特别是Polkadot创业者的心理路程 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希望我们就是希望感兴趣的开发者 可以加入我们Polkadot的生态 也可以找到Lerpes在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创业前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 然后也感谢Lerpes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谢谢Kristin 然后大家创业过程中 大家其实都属于摸石头过河的一个阶段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多多交流 然后很多坑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对 好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